说起乾隆皇帝大家一定不陌生 乾隆与大明湖畔的夏宇河统一新疆地区 治理完善西藏政策 他25岁继位 在位60年 他的丰功伟继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晚年乾隆自称为实权老人 在一方面他也担得起这个称号 但是他做了一件因得的事 在他死后129年都未曾逃过报应 乾隆从他老爹手里揭下大清基业时 可谓是风光无限 大清王朝经过康熙王朝和雍正王朝的积累 经济富足 百姓安居乐业 按理说乾隆也不缺钱菜 但是他却干起了盗墓的有损道德的事情 据历史记载 乾隆50至52年 曾经以修善明灵为借口 趁机偷粮换柱 在野史中也记载了乾隆盗墓的故事 乾隆在修建自己的灵墓时 发现缺少很多优良的南墓 乾隆竟然把主意打到了 朱蒂长陵大殿的那些金丝南墓大柱 虽然说后来经过大臣的劝解 没有拆住地长陵大殿的南墓柱子 但是乾隆最终还是为了自己的御灵的修建 拆了世宗诸厚聪九陵的大地 也说乾隆损不损 乾隆皇帝也在死后 风光大仗于他的御灵 但是他干了阴德事 老天爷是看不过眼了 在他下葬129年后 遭到了尸骨不全的报应 这要从1928年7月说起 军阀孙殿因命人盗窃了乾隆皇帝的御灵 他们根本不是专业的盗墓者 没什么讲究 他们砸不开地宫 就用炸有炸 炸开以后 就随意破坏乾隆的陵墓 把乾隆的尸骨都弄了出来 当时的皇帝普一清门后嚎嚎大哭 马上命令清朝的遗老 赶往青东陵收敛乾隆和慈禧的遗骸 在东陵档案会派清朝边的描述中说 溥仪派遣的人到了帝宫 被吓了一大跳 真可以说是狼藉遍野啊 遗骸都在污水中被炮得发黑 在地宫外石德捡的肋骨一条 脚骨二块 西骨一块 这毫无疑问 就是乾隆皇帝和他的后妃的遗骸 据记载 后妃们的遗骸均已十不存五六 再后来经过重练人员 来重新把遗骸归指 把乾隆的遗骸招的 唯独只缺一块 最后一块很长时间才找到 在第四道被炸倒的东扇石门底下 找到头颅骨 宝夕日记中这样记载 两点只有深矿 只能尽情观看 好似有白光从眼眶里射出 乾隆皇帝也是干坏事 你说他要不干坏事会有这么一天吗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